彰化縣河美鎮道東書院 我們來看看道東書院的特色 道東書院全城正定有造牆及半月池 道東書院正定全城有宇宙智子亭 又稱聖姬亭 靜智亭 席智亭 彰顯古人靜智席子尊重文化的風氣 山川殿龍虎獨 是泥塑土彩 Q版可愛 古樸純真 屋頂裝飾泥塑鱗魚造型 有獨佔鱗頭之意 山川殿上方 還有一個俯爐造型 代表福氣 並且有正煞之意 鎮店供奉 朱西 朱子 神位 大殿講堂兩旁 有月行圓門連結 原來這圓門是叫做月門 大殿柱子上兩行詩 六青柱角 秦漢以來獨佈 千聖傳心 恐夢而獲一人 道東書院 建於1857年 也就是清咸鴻七年 1871年 彩繪廟堂 徵建牆圓 1886年 清光繫十二年 因為門徒在裡面讀書引發了佛災 1887年 清光繫十三年 修復 道東書院 為三開間 兩進 兩鄉房的傳統秉藍建築 道東書院 侍奉朱西 神位 彰顯朱子學 在秉台的崇高地位 前層右側的智子亭 彰顯古人 靜置席子的文化風氣 現職 彰化縣 河美鎮 河溪裡 河鄉路 101號 1925年 創辦漢學研究社 1936年 創辦開膳師社 民國74年 8月19日 經內政部指定為國家二級古蹟 是國內唯一二級古蹟的書院 道東書院 是一座佔地寬廣的書院 卻因管理不善 力盡長傷 很漂亮的道東書院 這是鳥踏交達 給鳥站的地方 道東書院的山川殿 給人質樸卷約的印象 彩繪 也是色彩單純 沒有仙院的七座 這是山川殿的彩繪 這是山川殿的彩繪 隔壯鑲 藥章 東書院 保持同瓦元朗 燕尾竅 鵝籽鵝鎖守 無面防火災 葫爏增添福氣 這是大武東書院的井堂前城 有左婦隆進入門廳 看到的是大殿 左婦隆的香囊 有圓形岳門接連大殿 山川殿的內殿也是質樸簡約 沒有其他的雕塑 也沒有彩廢 山川殿來欣賞大殿 雖然只有三開間 也是氣勢雄偉 這是左婦隆的中間 中殿 香郎是學生的起居室 中間天皇祭祀造勢者藏身入位 這是學生的起居室 起居室的連接門也是窄窄的 古早人應該比較散 這是耳房 大殿耳房是上課的教室 這一片牆壁也是古藝盎然 月行岳門穿越岳門 萬事圓滿 楚世圓隆 耳房叫清睡廳 清朵時鴨昌時 以前取得較容易的建材 大殿柱上兩行師六青柱角秦漢以來獨步 千聖傳心恐夢而獲一人 就是說朱熙是恐夢的接班人 欣賞大殿元朗的精彩彩繪 這是大殿的元朗 大殿山牆內側 左邊 坎柳道東書院 嚴格悲劇 序文 大殿山牆內側 右邊 坎柳道東書院 嚴格悲劇 智雯 阿可惜他們放了谷跟鐘喔 有點擋住了 他們可能想說沒有人會去看這一世吧 大殿最顯眼的谷扁 替航絕寫 光繫十五年的文物 紅磚經過歲月催殘 紅化已經有些許的敗壞 大柱也是有一些斑駁 知識不足 無法解釋 替航絕寫 正殿四奉 珠西牌位 正殿山方動良彩繪 仍然保持昭和六年 1931年重修史的奏品 這就是正殿的彩繪 日本時代的奏品 正殿神龐也是 是雕工精美朴實 道東書院的牆壁 厚石 牆壁這麼厚 猜想應該是 頭到處吧 進出門也是窄窄瘦瘦 想想以前的人應該是比較瘦 西邊的耳房也是教室 講課或者是辦活動的時候 可以使用 西邊也是圓形樂門 接連大殿以虎邊的附龍 藍天真漂亮 這也是西邊附龍的起居室 現在都沒有在使用的起居室 西邊附龍 西邊附龍中間配飾福德正神 也是尼壽的土地宮 地上都有一點凸起了 西邊附龍的藏書格 藏書不多 出來以後 我們來環繞道東書院一圈 看看他的周邊情況 鑽牆很漂亮 道東書院造型典雅 刁鑽優美 氣派不凡 很漂亮 道東書院後面還有一大片的庭園 片子櫻花 冬天來一定很漂亮 現在是夏天 看不到 這是道東書院的外牆 今天道東書院的拍攝差不多了 道東書院 國家二級古蹟 兼歲月催殘 還是保持典雅優美 值得一遊 我們再見囉 拜拜 下回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